好,新增移除程式 虽然我们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不少的程式 但是仍然有可能是没有替您背到你想要的程式 那软体这么多 怎么样可以有效率的找到我们的安全 可以用的程式呢 在Unity里面它提供了一个叫做软体中心 基本上Linux的系统它都有软体中心 只是界面不太一样 那现在这一个界面是非常像平板 应该说跟平板的界面几乎一样的 那首先进入我们的套件软体中心 我们看到它的分类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程式是属于哪一类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这里输入关键字 比方说我想找磁碟的程式 你只要输入关键字它自动会帮你找出有关磁碟的各种的程式 这是搜寻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按照分类来找 那这边它也有按照平等 也就是说每一个程式你需要的很多人给它评价 相信这个大家不陌生才对 因为在行动载具上面 这个界面已经行之多年了 好假设我喜欢G-Party 这一支程式 你看到这里它有最高平等 这边我是没有没有安装起来 这个是已经安装 像VLC我已经装起来了 G-Party我没有装 那你就可以这样点 这边它帮你找出来 你可以自己找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打G-Party G-P 不用打完它就帮你找到原来有这么多 点了这一个 你可以直接选择安装 或者更多资讯 更多资讯里面有什么呢 那你就会看到原来这支程式 你看它后面有附加元件哦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 然后 同样它也告诉你说 安装G-Party的这一位 大部分的使用者 他也装了哪些其他的用处 原来我知道 也有抓Bus 原来在Unity下 我们也可以继续用我的抓Bus 在云端上面的资料 只要装起来 那你就可以用了 好那我就把它装起来 当你点下安装之后 他会问你密码 这也是Linux的安全性的之一 就是要有管理权限的人 他才可以装软体 基本上 系统认定有管理权限的人 应该 可以至少可以帮你过滤一下 这软体是不是适合 好我输入管理者的密码 按下核对 他自动就会帮我装起来 装起来 这样子就会有 那程式装起来会在哪里 你可以一样用DASH的程式来找 也可以在程式机里面来找 这样都可以 基本上到这里就已经快装完 看他正在安装 有没有装完 你在DASH里面打GP 已经装好了 这时候就已经有这一支程式可以用 像这一支程式要管理者才的密码才可以执行的 所以你要给他管理者程式 这是管理磁碟分割工具的 非常厉害的一支程式 好这样子你就可以拥有这一支程式 那如果你不要 不要使用这个软体呢 这边就有移除了 这边就有移除了 那在自由软体上面 在乌邦图里面 他有的软体非常非常多 比方说我们随便点一个教育类 教育类里面就这么多 这么多 足够你花很多时间去看 有一些是属于要钱的 像这个是要钱的 他后面有写要多少钱 那基本上我们使用开放的软体 自由的软体已经足够我们使用了 如果软体真的非常好用 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付费给他 这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所以你看到自由软体 有帮大家整理好套件库 也帮大家管理了安全性 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新增艺术的一个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